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这个字在家伙门里面到母亲位置 我们还没有找到等度表示手这个字 表示右手的时候用右这个字来代替的 这个右就是代表右手 家伙门写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写的 就代表左手的话呢 这个就是这么写的呢 用右的镜像来表示左手 这就是左手 在过门小字典里面 用统戒字来解写这个手 这个字的 它是用这么一个字 这个丑 这个丑呢 这是个简写的丑 原来的丑呢 它是这么一个字 由此旁边有个鬼 它是用通甲的方法 在这一段子 古文字里面 是经常可以见到的这一种方法 丑 这个字的咱们是有的 丑 用通甲代替手这个字 在家伙门里面 在经文里面呢 手这个字是很多 我想让几个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在家伙门里面 教官里面的时候这个写法很多 我收集到的不同写法的手大概有三十多个 所以我选了四个 教官里面的手就是一个向心指 它都是一二三四五 这个五就代表我们这个五个手指 这儿向下的这个部分就代表掌心和手掌 在小庄里面 这个手基本上和教官的第一个手 这个字是相同的 小庄这个手它是这样写的 和这个基本上这个手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立足里面这个手这个写法 它基本上是这样 在开住里面这个手 一些的这样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手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